職業的中華隊 應該說從小到大 入選中華隊就是一個肯定 還有是一個夢想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機會 可以穿上這個球衣 就是他有打電話通知我說 有可能會低 然後就是問我有沒有議員參加 我是說如果有需要的話 沒有問題這樣子 冠軍賽前 那時候王格就有跟我說要不要打 12強 那我就說那我就打吧 就機會難得 有點不可思議 因為我是後面才跟上一群的隊 就覺得這機會蠻大的 就很感謝教練團 真的感謝教練團 還不錯啦 希望還有一個隊友在 在勝平 魚住蠻開心的 因為他有機會在國際上的舞台發揮 那我覺得他跌不進來 蠻替他開心的 阿坤喔 是我神敗耶 是中華隊神敗 他打過已經 他已經打過一次了 現在的話 是還沒有聊到什麼 因為還在集訓 可能真的要聊的話 是快接進比賽的時候 再問他 上了場要怎麼做之類的 也沒有說什麼 就是 就是 你進來就好好加油啊 這樣 對 多一兩個大概是 也很好啊 就是可以互相照應 第一次國際賽 我不知道那個贓力會多大 冠軍戰的贓力今天很可怕 對 也許 可能會稍微刺激一點點 也說不定 對 台灣大賽的人也蠻多的 應該跟國際賽 應該不會差太多 也是在大巨蛋 那個臨場感 我有先熱身過 很容易 有些分子 很多 好